在这个教学 我们要用PyGame来产生一个画布 能够绘制一个长方形 而且这个长方形 能够随着这个鼠标移动 我们先来浏览一下 这个程式的主要架构 一开始呢 当然是Import PyGame 那接下来这个Screen 就是要产生画布 这里可以知道 画布的大小是640跟480 那这是一个互动 这是一个动画型的画布 所以其实它实际上是有一个回圈 不断地在重新更新 这画面上的资讯 那对于PyGame里面呢 它有一些事件的处理 它可以处理滑鼠 不断地在更新一些事情 也可以处理 我有关掉视窗 或者按下键盘等活动 这边都会记录在 这个PyGame.event里面 就是说如果按下离开 那这个回圈就不要秩序执行 那这里呢 就是在处理我们的画面 我整个底色 然后抓到游标位置 那接下来呢 绘制出这个长方形 好 那现在有了大概念之后呢 我们就来重新写看看 所以一开始第一步 当然是Import PyGame 那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取得萤幕 PyGame.Display.SetMore 好 这时候这要输入这个画布大小 好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一个 不断重复执行的回圈 这回圈呢 我们要有一个标签 就是说 还没完成的时候呢 我们就继续地做 接着这段接收资讯呢 我就直接贴上来 这不是我们的重点 一开始呢 可以是直接先复制贴上 反正就取得资讯 如果它是离开 这时候就把Force改成True 好 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做 这次的重点 就是在画布上呢 做一些资讯 一开始呢 我们先把画布先填一下 填颜色 例如说 我们可以先填一个这样子 好 但是这样填完呢 我们要让它不断地更新 不断地更新 所以这时候update 那现在把它执行 好 就可以看到 这是一个绿色的 是RGB25 就变成是全粒的 那现在画布是空的 我们在画布上再画一个这个长方形 一样 PyGame里面呢 它就有很多这个绘制的套件 好 长方形 那长方形呢 要放在画布上面 接下来呢 我们来输入一下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0 128 128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长方形 长方形呢 我们这里要输入四个 一个是它的左效角位置 好 左效我们随便先输入好了 就是说200 200 那这个长方形的长跟宽 好 例如说长跟宽 宽跟高 好 那我们把这个定义在这里 好 这个宽的话呢 就是60 这个东西呢 就是这个30 好 那我们再来执行一下 这里就画出这个长方形 当然这个长方形现在是固定的 那如果我们要随着用鼠标移动 我们就要用mouse.gap pose 我们输入这个mouse.gap pose 用这一串 这一串呢会回传两个坐标 一个是mouse.x 一个是mouse.y 好 那我们这里呢 把它更正一下 就变成mouse.x 那这里是mouse.y 那我们再重新执行 就可以看到 现在这个东西呢 会随着我的鼠标来移动 那我们也可以让它固定在下面这一排 就是y坐标不要变 就让y坐标固定下来 那这里我们就一样就输入 好 这里我们输入一个bar y 等于这个400 那这里改成这个bar y 那我们再重新执行 那你就可以看到 这边我现在滑鼠呢 只控制它的左右移动 上下呢 其实是不会动的 可以顾一下这一节 我们就是用py game产生画布 接下来绘制长方形 取得位置 这样子 我们就做到一个 有交互的一个游戏 出来 这以后